哈喽朋友们 已经真的遇到太多烦心事了 我先调整一下自己情绪 上一只北车被吸血轰动 大部分网友都是很关心我 所以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结果的 报警的全过程 和接下去应该怎么处理 和解释一下 我前一天发生的事情 本以为报警立案后 能暂时平息这段回忆 我自己也平息了这么多天 但是没想到影片发布之后 更严重的精神上的 二次上的 我被媒体给搞了头昏脑胀 终于见识到 为什么总有人说 台湾媒体乱象 原来这些都是真的 然后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 你们是从哪里看到我这支影片的 除了从阿贝本频道 我相信很多都是从那些 什么一期自备啊 拖天盖地的新闻 我瞬间问了 网友私信我 阿贝怎么打开手机 整个版面都是你啊 我以前都没有了解这么清楚 这几天总算是见识到了 因为我这支影片 没有授权给任何一个媒体 都擅自挪用 再用我这个影片的主题内容 乱写文章 因为我这几天还在跟一些媒体记者来 中选媒体的煽风点火 没有经过我任何授权 各种编故事转发之后 感觉闹得更大 因为莫名其妙在一些新闻片上看到的 本身就是一个 不是很好的经历 已经在字节上罢了 却被记者乱带风向和酸民的舆论 且受到了 二次创伤 6月23号发布之后 让我们追溯到6月23日 影片发布后一小时 粉丝说我上TVBS新闻了 我一脸懵逼一插我靠 果然是我 而且直接把我脸打马赛克 因为是粉丝私讯 我说在感觉这个人像我 但是我的脸被打伤马赛克 生平都会改变了 我和陆吉女子来开旅游 在台北地下街直播 然后被遭遇什么习凶 首先 发现后我立即在YT后台 标志出侵权内容递合时长 要求他们立即下架 我失望的 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 我这个影片 我再也不授权给任何媒体 后来事情越发离谱 媒体以此为皆知道 YT可以申诉版权 直接被劝下架 所以记者们争先恐后 开始写谎页新闻稿 铺天盖地撒下来 原本我只想在报警报告后 静候警察处理的结果 因为抓出凶手 去除社会迫害 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 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 我很信任警察 他不会把我处理好 把我找到那个人 我很信任 但是后来 二次伤害是因为 这些新闻媒体 把我这件事情 新闻系的标题内容 把舆论导向指向了 阿贝快报警请报警 向整个被带偏 导致很多人开始怀疑我 阿贝为什么故意不报警 该不会是 自导自言骗流量吧 舆论导向最后都 指向了受害者 还有人来 IG私信 人心可怕啊 为什么在炒新闻 大家就觉得 我为了流量来炒新闻 真的是没谁没下线 但酸民 也更加狂妄 人言可谓 轻者自轻 感觉我 好欺负吗 只有这样酸民才会 新闻讨论度够了 记者们的目的达到 我的粉丝观众朋友表示 台湾媒体不意外 朋友告诉我 台湾媒体不意外 素质令人堪忧很久 而且为了流量 无下线 不能让那些记者 下架新闻吗 其实我能想到的办法 和能联络到的媒体 我都医血性告知 但是 不仅没下架 新闻越来越多冒出 网友都比我清楚啊 请他们下架 指挥助长 没有用 秉持一个先用在收的原则 这也太过分了 也有一些礼貌询问的记者 被我婉拒后 新闻招然出现 照样出现 照样出现 对台湾记者来说 新闻早就被豪 问问只是问问 然后事情变成 短时间内开始 繁衍出大量新闻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会同时收到 同一个公司 不同记者传来的申请授权 所以就导致 我拒绝了这个公司的记者 但他同事照样会发 台湾记者真的不好当 为了流量和同事打PK赛 要怪就怪他们吧 我就负责来问问你 采访是我同人做的 新闻也是我同人发的 但也有相对礼貌 同样都是被玩具不授权 这位记者做法是放上爱事图 以此说明 这样一想 台湾记者不受普罗大众看好 不是没有原因 内外尖动 既要和同事拼也解 还要和别家新闻台 拼抢新闻速度 哦不对 是超新闻速度 他们甚至会来窥探我的隐私 想挖出更多新闻 一直让我透露 报案警局和报案单 因为我没透露 所以立刻出现了 派出所暗化的耸动新闻 闹够了吗 都说报警了 怎么听不懂吗 然后她的目的是试图激怒 小杖 幸好我后来反应过来 做这种记者真有够累的 但是我也遇到非常有礼貌的记者 华氏记者不仅在IG也在Gmail私讯 虽然也被我挽拒 但他很客气的回头 而且该新闻台确实没有发类似新闻 谢谢华氏记者的关心祝福 台湾记者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但还是有好的 有 但不多 虽然记者们值得道得很重要 但还是谢谢你们的夸赞 全网都称我为正妹 受宠若惊 小姐 遇到性骚扰怎么办 留言区很多人谴责我 事发当下为什么不大声呵斥 指着那个人 你直接喊色狼喊救命呢 反正旁边台湾人 肯定会建议永远来帮助我的 或者说当下还提我什么不报警 无论性别请你们换位思考一下 当你面对性骚扰的时候 真的需要你们换位思考一下 当下有多少人是能抱你女性的态度 去面对当机路段 我在跟警方我在做笔录的时候 我也说到 他问我当时 被摸过来的时候 我的感受 说我就是很茫然 就感觉到不舒服 但是我当时脑子是懵的 其实说实话 我躲产过去之后 我已经觉得有点万幸 就是一股脑儿就 就往前跑了 我就飞回头 在吃冰之后 我才一起缓和过来 我回忆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翻看相机的时候 还是 是有拍到的 内心特别复杂 就是我靠 我是谁 我在哪里 刚才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很多人 在经历性骚扰 或者性侵犯的时候 不会反抗的原因 就是因为困惑 就比如说之前 我给的那一个 关于我自己的例子里面 我之所以一开始 没有对那一个男的说什么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很困惑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当别人提出一个 很奇怪要求的时候 我不会马上就会想 这个人是不是个坏人 然后他是不是要害我 然后大多数人 在经历性骚扰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想法 不同人的会有不同的反应 我看到很多网上的 他们那些 以前经历过性骚扰的人 不管是男生女生 可能他一辈子都不敢说得出来 可能是他一辈子的阴影 当你灭于这个事情的时候 人还会有其他 生理上进化过来的 应激反应 我相信大多数人 都听说过fight or flight 也就是战或者逃 这个是大多数生物 演变过来 都会有的一种 本能的生理反应 兵电啊 阿贝赏过少林生徒们 神猪手 百分之七十的人 当他们被性侵犯的时候 都会体验到 某一种程度上的freeze response 也就是他们会感觉到 他们自己根本不能 控制自己的身体 这种现象也被称为 tonic immobility 是生物演变过来 一种为了生存的策略 比如说当一些动物 碰到一些predator的时候 他们在当下不能站 也不能逃 所以他的身体告诉他们 他们现在只能装死 也就是完全僵住 然后什么都不做 而且高达百分之七十的人 在经历性侵犯的时候 都是这种反应 也就是说这种反应是常见的 西兰上述解释 所以我觉得我确实 敏捷度满分 阿贝真的很全能 我完全可以 不让这个片段出现在我的 就是在我的脑海里 我可以把它删掉 我也可以不把它剪到里面去 把它单纯变成一只 去台北地下街 开吃冰淇淋 但是当我有勇气 把它剪成影片 就是可能需要 保障自己权益嘛 不想让下一个收海 因为他们网友留言 可能说他 因为他这个手法很熟练 可能他是老的怪 网犯 对 然后就可能不想让下一个女性 收海 我还看到很多人 因为我这个事件产生共鸣 他们也有相似经历 也在捷律上 遇到过这种事情 也是一个阿贝 坐着轮椅的 但我觉得他可能 以前从来没有 没有说过这个事 但是当有一个人站出来 揭露自己的事件之后 他也回忆起了 自己当时受过的伤 剪片过程中 我也是内心经过煎熬 但是经过警方那些 让我回忆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也慢慢地 勇于去面对 说不定我发这张影片 也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所以我坚信 自己这样做没有错 我也想给很多受害者 揭露现实 和维护自己权利的勇气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是一个警醒吧 不好的东西 当我有勇气这样说出来 而且剪成影片 你知道我是反复 在翻看那个画面 我心里其实是 更加痛苦的 更多的是 对抗心理那种 不需死 24年以来 第一次发生这种 背心造恶的事情 以前看过很多新闻 你确实感觉到 真的是有一种 自己跟自己对抗 你要去接受这个事情 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情绪 我要自己去报案 跟警方去陈述这个过程 我当下 能为我自己维权的事情 能告知大家 能给大家交代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 当下表达大家情绪 我也没有写任何稿件 我就想说就说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基本上 心中太多愤怒 各种难过 我现在都埋在心里 我都这样表露出来 我直接就对着相机就讲了 我写稿件也没有用 所以我就这样直接讲了 我就觉得要快点 解出来这一天 不然被窝回太深 对我也不好 对我心情也不好 所以给大家这个交代 也谢谢那些关心我的人 虽然我这一天连连受伤 真的很难过 但收到更多的是 粉丝观众们的鼓励和支持 我看完真的很赶 私讯里还有好多好多 我其实都有看过 但是没有一一回复 因为我一开始没告诉我爸妈 他们前两天才知道这个事情 爸爸很明事里 他和我说的一番话 真的很棒 我也和他分享了 我这一天在跟媒体周旋的事情 对于台湾媒体 他说 也只目前刚剪完这支影片 6月29号周六上9点29分 我目前没有收到警方 给我的任何来电通知 但昨天傍晚6点多 居然已经有新闻进准 抢先播报 目前没有收到 警方任何关于案件后续通知 记者发新闻速度有过0 还是等官方后续吧 蹲蹲后续吧 这个案件 交给我们警察先生 很多很多新关注 阿贝频道的朋友 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不要放过我以后每个影片 我一定会拍更好的影片 给大家看 我其实是一个很乐观 很向上 真的是这个是个意外 1 2 3 Baby Staring at my halo Staring But the way the heat glows I Wonder where you came from Maybe I But the way the heat glows I